10点多 现在11点了 快晚上我们要睡觉了 其实已经很晚了 因为我们明天早上5点钟出发 去布展 猫咪帮我 很丑吧 不好意思大家的眼睛 明天早上见 猜猜怎么着 阳光明媚的 已经要10点了 还说4点多去 这个flag立的不要太大 总之现在已经不早了 是的我们要抓紧时间 要不然我都怕我完不成 真是一波多折闹 好容易到了 布展的地方 结果人家这个门打不开 可是之前几天明明就是 从门上把钥匙取起来 打就好了 可是今天就怎么着都打不开 我们在门前等了半个多小时 还是决定回学校吧 回学校等到助教来了以后再来 那还要在学校待一个多小时吧 开心 没想到我们到了下午1点 终于进了这个门 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下午1点 然后晚上7点开展 我的队友三四点钟要来 所以I don't know 我们 还有四个头友也要试验一下 哇塞 哇塞 能不能搞完呢 能不能搞完呢 谁知道 还有打扫卫生 我的天哪 我天哪 我这一天忙到完全忘了Vlog 然后现在展已经结束了 我已经回到了家里 这一天那叫一个忙 一定要感谢这位 感谢这位猫咪 这位猫咪帮我 我才得以完成 这次展 十分感谢 真的 我很开心她成功了 鼎力相助 真的 有我 亲情奉献 天哪 嗨5 嗨5 然后一天没吃东西 我就吃了几颗葡萄 现在特别的开心 因为我发现我们这个作品 就还挺好的 起码比我预期的好 我本来以为她就是个屎 但是尤其今天完成 她自己看起来就很好 然后呢跟其他同学对比起来 那就更好了 所以我很开心 所以什么事都怕对比 一对比 你就会发现 出真知啊 就是看看自己和人家 就觉得 什么 我真 什么看自己 就看看你的作品 和人家的 我真的很不错 我真的真的很不错 真的很不错 我觉得呢就是做作品 然后展览 就包括去完成一个要完成的作品 这种经历就对自己是一种很很大的成长 因为也许她她没有想象中那么理想 理想化的完成你的这个作品 但是你你会解决很多很多问题 最后发现她她还挺成功的 你又突破了很多东西 对 你就学到了很多 而且你还学会了接受不完美 我觉得作为一个有强迫症的那种完美主义者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节课 前几天做这个作品的时候 我很多次甚至都焦虑到怀疑自己是不是适合做艺术 就甚至怀疑自己的 就怀疑自己的能力呀 怀疑自己做事的方法 怀疑自己的时间管理能力 这个我很怀疑 这个我应该怀疑 但是就是很怀疑自己 觉得自己不行 就像猫咪一样 经常觉得自己不行 但是就需要有这种时候 来经历一次磨练 最终完成它 完成它 你就会发现阳光都很美好 对不对 真的一出来觉得 哇好棒 就感觉这一天真美好 是的 然后还有一面可以吃 一面都变得好吃了呢